是我们的幻境吗 是吗 你和我 是的 是幻境 你真实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呀 你感受到什么 幸福 悲伤 愤怒 忌妒 还是 爱 爱 没有 从来没有 你一定听说过什么 你一定会感受到什么 或者什么人 没有 这简直是一场恶行 温迪 你为什么要破坏这个气氛 我教你飞行 你教我讲故事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还不知道 等我们长大了 我们就会感受到的 不会 我永远不会长大 给我们讲讲 彼得的故事吧 我只知道 他叫彼得潘 他不愿意长大 所以 就飞来了永无岛 那他 一定会有很多快乐吧 是的 但是 他又很孤独 孤独 所以 他需要温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听我讲故事 因为他喜欢听我讲故事 讲故事 什么故事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归姑娘 爱情故事 在这些故事里 正义总能战胜邪恶 好吧 好吧 现在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飞 老家伙 你放开他 彼得潘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让我们决一死战吧 随时奉陪 可怜的孩子 你想想 你的温迪 马上就要离开你了 而你 会孤独地死去 没有爱 让我们听听 温迪 为彼得送别 温迪 太好了 我们终于要回去了 是啊 是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温迪 彼得潘 我们都决定要回家去了 我们想长大 温迪 为什么 你们都想着要长大呀 我们永远做个孩子 开开心心的 难道这样不好吗 彼得潘 你听我说 等有一天 你想明白了 就走出永无岛 来找我们吧 外面的世界 其实并没有 你想象中的可怕 我们去接触 他去感受他 去感受他吧 好 我们一起 去外面的世界 好啊 小萌姐姐 小萌姐姐 天空 小萌姐姐 天空 你看 快去快去 快去 快去 小萌姐姐 天空 天空 花剧好看吗 小萌姐姐 送给你的礼物 这是我自己做的 好可爱 谢谢天空 小萌姐姐姐 我姐姐很喜欢 凌云 今天演得真好 恭喜你们 谢谢夸奖 周小姐 恭喜你演出成功 我们有几个问题 可以问你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 不接受采访 子彤 子彤子彤快快 她是谁啊 子彤子彤 你是来给小萌捧场的吗 当然 我们是同学 也是最好的朋友 她今天演出成功 我很替她开心 小萌 您好 您好 那你们聊啊 小萌 你今天表现实在太棒了 我们找个地方 倾注倾注好吧 我请客 谢谢啊 对了 真姐 我妈她们呢 我让肖思智 送她和花姐先回去了 本来想带她过来找你 但后台实在太乱了 我就让她们先走了 子彤 今天女士和男朋友 一起来看小萌 小萌 对于外界传言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有什么看法吗 对不起 今天是彼得潘的演出 我不方便回答其他的问题 小萌 我觉得今天的演出 我带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嗯 那我去跟林奕她们说一声 好 喜不喜欢 林奕 不好意思 我就先走了 那行行 走吧 天空啊 小萌姐姐等下次有时间的时候再来看你 好不好 嗯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啊 一块吧 拜拜 好好休息啊 拜拜 走吧 那我没走了 我们走吧 行走了 对不起啊 来 祝小萌首演成功 口碑爆棚 干杯 干杯 谢谢你们啊 要是没有你们的支持 就不会有今天了 小萌 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 我们大家 都为你感到特别高兴 是啊 小萌 你今天表现得这么出色 是不是考虑正式转号做演员了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不过呢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儿童剧 刚才导演跟我说啊 投资方 还要改编其他童话故事的意向 愿意跟我们有进一步的合作呢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我跟你讲小萌 我特别高兴 你终于找到能够让你自己快乐的工作了 来 我们必须喝一个 阿七 谢谢你啊 小萌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 无论你在做什么 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蒋泽 你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援 这一杯 我敬你 小萌 我也要敬你一杯 如果不是你介绍我去电视台工作 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发展 别这么客气 紫头 你一直就很优秀 迟早啊 都会展露头角的 来 子彤 现在这个桌上 灵气最大的就是你了 哎呀 你们就别调侃我了 快吃吧 来 真姐 这好香 这好香啊 是吗 对了 真姐 萧医生怎么还没来啊 他可能在路上吧 我们不用等他了 我们吃我们的 吃吧 吃吧 这挺好吃的 谢谢你们 好 来 我们在一起干一杯 干杯 干杯